哈喽 早报到SG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王冠义 好 先选绿色的 要马上开吗 马上开是吧 浮夸 浮夸 浮夸干嘛呢 点餐 浮夸的点餐 浮夸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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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我的等待 不帮我点餐的那个是吧 没说啊 你要吃什么呢 好 我想吃你们这里最拿手的是什么 是 是马肉 有吗 所以我想来到 嗯 马肉炒油葱 特别喜欢的 好 今天有卖油葱欸 啊 那有卖什么啊 你说一下 我要点的东西是 肉搓面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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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棒了 谢谢 马上去做 浮夸太难了 浮夸太难了 浮夸真的不是我的Style 哈哈 这也不是我的Style 天哪 你给我悲伤吧 给我悲伤吧 我宁愿悲伤 这什么意思啊 Oh my god 我可以跳吗 你跳吗 好吧 就搞笑的讲口感啊 在我的身体上面有一个胎质 在我的身体上面有一个胎质 可是在哪呢 如果还有机会说另外一个秘密的话 我再跟你说吧 哈哈哈哈 愤怒 愤怒的告白 过 过 马上你不知道吗 我爱你爱了一万年 你竟然这样子对我 你这个 快说 快说你爱我 如我爱你一般 快说 快说你爱我 好了好了 耍白痴跟什么 耍白痴跟 哇这太长了 Oh no 告诉温盈洛 傅恒的死讯 这是谁想的啊 这个 那我肯定要选 最短的 傅恒的诗声已运回 紫静晨对不起 我无法将他 居然都带回来 傅恒的诗声我已经运回 直径成了 对不起 我无法将他平安的 带回来 不过 挺好玩的吧 只是 我觉得他 应用了我全身上下的 很多精力 所以我在冒憨 好 上次完成了 这么说吧 我觉得 我觉得搞笑 搞笑 搞笑这件 这件事情呢 是 是 很需要天分的 我觉得很需要天分的 所以大家才说 喜剧演员其实很难 喜剧其实是很难演的一个戏种 那我自己有没有这个天分呢 这个叫做 我觉得这个是很 很 就是 每个人 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吧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 自己是一直自认 就是没有什么搞笑细胞的 不过我也碰过一些导演 就是跟我演了 跟我倒了一些戏之后说 欸你其实还有一些搞笑的天分 所以我觉得 尽人尽智吧 可能 很难说 其实我还挺快入戏的 我自己觉得 呃 我觉得主要是你在开拍前 你做的准备功夫够足的话 其实在开拍的时候 你 你 其实不用做太多的东西 呃 所谓在开拍前 你做的准备功夫 比如说你可能会 很明确的定了这个角色的去向 他的一些行为 他的一些性格 要很明确的知道 那你在拍摄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场戏 开心悲伤什么的 你都大概知道 他这个人物 应该怎么去做 嗯 就是捣蛋吧 就是捣蛋 打几分啊 打几分啊 十分满分的话 可能六分吧 嗯 所以你的最终 10 out of 10 不啦 actually 1 out of 10 因为他无法为自己辩护 所以要给他一分 就显得我的六分比较好一点 乖乖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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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